悠悠卡公司还有悠悠卡投资控股公司的董事长 过去被质疑是肥缺 不过现在董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董事长的月薪必须要减少5万块钱 还得要兼任总经理 而这么做的话呢 比起好市府时期是节省了56万元的预算 这段外界认为应该要砍更多 但是悠悠卡控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表示 能不能做事比薪水多少还要更重要 人手一张悠悠卡 搭车购物都方便 但是主打小额花费的悠悠卡公司 董事长的薪水可是一点都不小 长久以来被外界称为爽缺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决定再出手砍薪 谢谢大家 柯文哲赶着走不愿回应 但其实从柯P上任以来 对悠悠卡公司已经做过许多调整 好市府时期 悠悠卡公司跟悠悠卡投资控股公司的董事长 由同一人担任 薪水每月领30万 而两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只有一人 月薪24万 柯文哲上任以后将两家公司董作一分二 同时还必须兼任总经理 分别由戴基权跟林向凯担任 月薪小砍5万 调整为25万 以一年保障14个月薪水来算 好市府一年得付756万 柯市府则是700万 省了56万 5万虽然不够啦 就是说对市民来讲还是觉得太高了 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看它的能力 小砍5万 对于我们总体的经费还有民众的观感好像还不足够 议员批评这56万根本只是皮毛 但林向凯澄清如果把董事长的薪水砍到地狱副总 那是不是全体员工也都要跟着减薪 酬劳很高但绩效很差 我想更重要的不是在薪水的问题 而是到那个时候我可能要之所进退 而不是说现在我可能上任还没到一个月 然后我就必须要对这个薪水是不是恰当 来已经来做一个发言 毕竟这好几百万年薪都是人民纳税钱 柯文哲同时也要求两位董作要证明自己绝对值得 越南TV前四名黄文成台北报道